策略提蒙的祷告 让我们知道 祢爱我们,永不离开我们 感谢天父的爱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祢赐我们一切的恩典 我们一切的日用所需 祢都知道,祢也祝福我们 感谢天父祢的话语 教导我们知道 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饮食 还有衣裳的担忧 因为祢已经祝福我们的生命 比饮食还要宝贵 祢已经祝福我们的身体 比衣裳还要贵重 虽然我们是有神的形象 也是耶稣基督用 重价属肺的新生命 但是神啊,请祢体验我们的软弱 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我们也跟许多的人一样 舍弃神的话语 追逐属世的一切的名利 我们把得着 视为比舍弃 要更为重要 我们要专精的在世上一切的 深圣的享受 而忘了定精眼王在十架上 恳求天父 回转我们的心 回转我们的意念 也回转我们的生命 回到其初神力所创造我们 那甚好的模样 让我们的心意 回转向神的心意 成为神 使用的器皿 让我们可以与圣灵一起同工 也是我们得到十五天的能力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面对了不同的职场 无论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工作场合 或者是我们的社区 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为主做见证 能够为主来带领那些受伤的灵魂 得到安慰 劝勉人 回转向神 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救主 虽然我们只是一根小小的蜡烛 但是我们却愿意 把在桌上点亮自己 我们要同心合意的说 主啊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我们将今天一切的祭拜 完全眼光降落在神的手中 很久圣灵与我们同在 也愿一切的设备 所有的人 都一切来赞美神 愿今天的祭拜 都是要来尊重神的圣灵 也是今天我们的你传道 他所讲的讯息 可以使忧伤的得安慰 使软弱的得刚强 使贫穷的得富足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